提起吸血鬼,大多数人脑海里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偏僻的悬崖或者森林的尽头,耸立着一座华丽的城堡 城堡的主人身着黑红相间的长袍 他们以少女的鲜血为时,高贵而美丽,却只能不断重复千年的徘徊 如今中国国内许多网民常将该影视作吸血鬼的十足 并且认为圣经中有对该说法的记录 然而,该影视世界上第一个吸血鬼这个说法最早来源于1991年 白狼游戏公司出品的桌面RPG游戏 事实上,尽管关于吸血鬼的传说由来已久 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吸血鬼的形象并不像现在这么体面 在中世纪的欧洲,吸血鬼常被描写为死而复生的尸体 它们外表浮肿,横头垢面,身着破烂的果实布 除了吸血这个特征外,怎么看都更接近与丧尸 现在的吸血鬼形象源于1819年英国作家约翰·波里道立出版的小说 吸血鬼中的主人公,英国贵族吸血鬼卢西凡爵士 而历史上第一个影视化的吸血鬼形象 则来自1922年由冒脑指导的影片《诺斯菲拉图》 影片中的诺斯菲拉图伯爵身形高挑,面容消瘦 皮肤苍白,牙尖嘴利,并且十分强大 除了稍显抱歉的长相 基本已经具备了现代吸血鬼的一切特征 然而吸血鬼毕竟只是传说 在暗戒中以血为主食的动物也只沾很小的一部分 其中大部分都为无脊椎动物 哺乳动物中只有吸血弗亚科下属的三种蝙蝠靠实血为生 或许还要加上某些人类 中国人食血的历史非常悠久 早在唐朝时,孙思淼就在其著作《千金药方》十字片中将猪血瓶定为性瓶、味色、五毒 日华子本草人为猪血可以疗奔吞气及治疗惯性病 此外,除了猪血、鸭血、牛血、羊血甚至鸡血都被广泛的使用 除中国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也有食血的传统 例如波兰的血汤、法国的血压、瑞典的牛血松病 以及英勇特人生意的海报血液 在一些基督教派中 圣参的参与者也被要求设施耶稣象征性的血液 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基督教派是以真正的血液来进行圣参礼的 葡萄汁或葡萄酒会成为血液的代替品 事实上食血在圣经中是被明确禁止的 这其中蕴含着赎罪这一概念 即上帝认为血是活物的生命 而生命是属于神的 人类若以动物作为食物 须将其杀死流血 表示人必须借着流血赎罪才能得到神的宽恕 同样对于食血的禁止还出现于犹太人和穆斯林中 而在有些教派 如非洲的污毒教中 都被记载确实有引用真血的传统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人血 在污毒仪式里 众多信众会将酒滴入血中并喝下 这象征着信众的连接性 远远大于感情的联系 仪式所用到的各种血液 包括鸡血 山羊血 有时甚至是鸡血 这些也都是法术和魔药的常见成分 有趣的是 尽管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使用血制品的习惯 但以文化多元而文明的美国 血液却没有被纳入任何一道 被概括为美国食品的东西中 但很难说美国食品天生就不爱血液的土地 食品学家巴雷特奥登认为 在殖民时代前的美国 作为土著的印第安人 曾有过大量使用血液的传统 但自从欧洲的殖民者开始踏上这片土地 他们便开始试图根除土著的历史和食物 藉此取代掉整个印第安民族 这种对于食血的打压 在17世纪又获得了生化 1622年 第一家大型商用屠宰场在马赛诸塞州开张 屠宰这个行为渐渐从公众的眼中消失 这使得大多数美国人民开始忽视肉制品和被宰杀动物的联系 只把肉看作是超市的一块区毛组织 但血液及内脏却总是不知确地提醒着人们 人类是动物 人类离那些被宰杀的东西到底有多相近 于是美国的媒体作家开始公开的贬低土糊 同时将内脏和血液贴上粗糙和动物性的标签 还伴随着有关于德国移民特别爱吃血肠这种种族主义的文章 这些都造成了美国人民的食谱里缺少血液 回到中国 中餐一般会将血液处理为一种凝膏状的固体再加以烹饪 这种果冻一样的东西也被称为雪豆腐或者雪窝 处理的方法为在新鲜的血液里加入水和食用盐 这种处理方式让很多人认为盐是造成了血液凝固的原因 但血液凝固真正的关键在于血液内所自带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 世界上公认的凝血因子有12种 国际秘名用罗马数字编号 血液凝固是一系列复杂的化学连锁反应的结果 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凝血酶原激活物形成 凝血酶形成 以及纤维蛋白子形成 首先当血液流出体外后 必然会接触到一些粗糙的东西 此时血液中的血小板经过粗糙东西接触后 就会被激活而放出非活动性的凝血活酶因子 这种非活动性的凝血活酶因子有利到血液后 并将碰到其他凝血因子 其中一些因子就能与凝血活化酶因子结合 共同发生作用 使之形成活动性的凝血活酶 也就是凝血酶原激活物 凝血酶原激活物形成后 凝血酶原有了被激活的条件 就可以转变为凝血酶 凝血酶形成后 便开始促进血液中的纤维蛋白源 变成细丝一样富有弹性的纤维蛋白 这种丝条结构逐渐增多时 就会相互交织 将血液中的细胞完全包裹起来 血块便形成了 正常情况下 血流出体外5分钟以内就会凝结 而延时不过是加缩了这个过程 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鉴于这种神奇的反应 凝血酶现在也被广泛地用于医学领域 得益于这项技术 无处出血症患者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然而 这种药物也有可能带来不幸 根据丁香园的报道 曾经就有一院因为护士混响了凝血酶酶 从而造成了患者的死亡 凝血酶酶 看似是两种相同的东西 但来源于用法却完全不同 如之前所说 凝血酶是天然存在于生物血液中的成分 临床使用的凝血酶 都为从猪血和牛血中提取的 凝血酶源激活而得到了冻干制品 而血凝酶则来源于蛇毒 不同种类的毒涉所提取的血凝酶也不尽相同 血凝酶与凝血酶的功效相同 都可以促进血液凝固 从而减少流血或进行止血 但血凝酶并不会引发凝血因子的浓度改变 也不会引起血小板的聚集 所以可以用于注射 而凝血酶则只能外用或口服 若操作不当将去注射进了血管 则会快速促进纤维蛋白形成 将血液变成血豆腐那样的血栓 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血液好像已经成为了餐桌上的主流食品 但实际上 目前人类有效利用的血液 只占屠宰产生血液的30% 以中国为例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 中国2018年约有6340万头牛和4.51头猪被加工成肉 其中每头猪的采血量约为3升 而牛则为15升 这表示一年至少有9.5亿升猪血和6.6亿升的牛血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并且因为目前尚无环保且廉价的方式处理这些血液 所以它们大部分都作为肺液 被直接排放进了环境里 这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改变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血液这个领域 例如Marinlogworm 中文名叫杀猪 一种生活在海台上的大型环节动物 这种动物的血液非常特殊 其输送氧气的能力是人类的40倍 正常情况下 人类的血红蛋白每次可以容纳4个氧分子 而杀猪的血红蛋白则可以容纳156个 而且由于它们的血液中不携带任何抗原 所以可以用来保存那些最脆弱的东西 比如人类的器官 实验证明 存放在杀猪血液中的器官可以存活好几天 而用传统的电解质溶液保存的器官只能存活几个小时 2018年 在法国进行的世界上第二例全链移植手术 但若单纯从使用的角度上看 血液却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功效 事实上 同样一公斤的猪血除了铁含量以外 营养成分基本为同质量的猪肉全面碾牙 但是 又有谁是真的因为营养 才选择是血等等 大家好 我是猫脱酒馆的新成员 这是我的第一期视频 如果有什么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如果你对本期节目感兴趣 欢迎在淘宝搜索猫脱酒馆 最近我们心上加了芒果海盐味道的啤酒 欢迎品尝 也欢迎在这些平台搜索并关注我们 我们会持续输出更多食品相关的有趣科普 下次再见